在沙京湾巴士總站乘9號巴士 上車時留意有沒有寫著經學咀 有 先好上車呀 下車後沿著學咀道一路向前走 沿途除了風景移人 還有各式各樣的花草樹木 慢慢走 偶爾停下腳步 盡情投入大自然的懷抱 說起山黏 可能有很多人都吃過 山黏不單是味道清甜 還有活血通落 補虛止血的功效 萬經的枝和葉 都發出芳香氣味 有提神的作用 萬經的果實就是中藥萬經紙 有去風邪 解熱和治感冒的功效 平時市區見到的雞蛋花 通常都是白花黃心的 這裏就有比較少見的紅色雞蛋花 那麽多美麗的鮮花又怎麽少得它們呢 香港的蝴蝶有超過200個品種 除了觀賞價值之外 蝴蝶還具有獨特的生態 科學和經濟價值 金鳳碟的幼蟲甚至被研發成藥物 可以醫治為病 大概走45分鐘左右 就會來到鶴水村 這裏會有士多 如果帶不夠水的話 可以在這裏補給 據聞還有山水豆腐花吃 我就未吃過了 可能去到太晚已經賣光了 如果大家早點去 可能有機會吃得到 繼續向前走 就會見到鶴水電台禁區 我們會改行旁邊的小路 路上有很多碎石 大家要小心點 不要滑倒了 終於來到鶴水海岸保護區了 來到保護區 記得用外戶環境 遵守這裏的規則 和其他人一起享受大自然的美好 來到鶴水海岸保護區 我建議大家先去看看雷陰洞 沿著石級慢慢向下行 大家就會聽到月亮以近的龍龍巨響 雷陰洞其實是一個海蝕洞 是因為澎湃的大浪 湧入合集的洞口而造成的 感受完大自然的威力之後 可以再向海岸的邊走去 在海洋科學研究所的外面 有一副鞋骨 它是屬於殺人瓊海威的 海威可以說是八九十年代 香港海洋公園的明星 它在海洋劇場的表演 吸引了無數遊客去觀賞 可以說是香港人集體的歡樂回憶 繼續向岸邊走去 大家就會看到蟹洞 像不像有隻蟹趴在那裡 還有兩隻鋼 很多人都喜歡用蟹洞那裡的浪花 做背景 拍一張美照 如果時間許可的話 不妨欣賞這裡的黃昏美景 接著再乘回九號巴士 回稍基灣吃晚餐